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我是谢美极 这次五间总结 先请出我们的嘉宾 事务总监博施智郭sir 跟我们跟进港股及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郭sir 你好 跟进港股方面的情况 见到港股现在升148点 最近25433点 大市成交暂时半日来计算 434亿多 国企指数都同样向上 升近1% 升112点 最新报11847点 郭sir 见到今天港股曾经到跌32点 但见到现在都很转强 在A股继续维稳的情况下 港股的情况近期就比较反复些 比较闷谷些 你看有什么动力 令到行指方面的方向转一步确认 事实上 整个大市在这么低成交之下 是没有动力的 完全没有的 只不过在国家队维稳之下 A股就出现了一个缓步 而且是偏稳的上升势头 对港股来说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转型的效益 看回指数 由7月8日低位22836点反弹 去到前日高位25634点 恒生指数已经升了2798点 急升过后稍微整固一下 消化一下是很正常的 加上周四五两的成交金額 只有900多亿 到今周一二三 平均只有800亿多跌 就是说大市的上升动力 正在一步一步收势 一般情况下 经过2798点上升之后 如果市况有少少回吐的话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正在急步上升中的十天线防守性 因为任何有失都可能代表 整个反弹势头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幸好的是 昨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覆 但今天亦有少少的固定 即是说恒指直到现在这一刻 都还是走在十天线 左近的上方跌 但没有出现一个升离的感觉 据话来说 指数现在和十天、二十天线是很靠近的 升多100或者85点 技术上已经有个轻轻的升破了 反过来跌多80点便会跌穿 很尴尬 即是说市场根本上没有方向 在没有方向当中 就要看大市是升开来还是跌开来 例如这样 由22836点的低位 上到近期的高位 升了2798点 很直接我就会感觉到 一旦指数真的有少少跌了十天线的话 很明显就代表反弹可能告一段落 在那刻就要计数 例如指数真的要回调2798点 升幅三分之一的话 不排除恒指未来会试一试 24701点支持 因为这是正常的回调三分之一 但如果恒指一直走在十天线流上 甚至乎进一步向上下 轻轻突破二十天线的话 即是说整个技术上的反弹势头 仍然处于一个逐尋顶 或者逐市顶的格局 再看看 4月27日的高位是28589点 跌到7月8日的低位 22836 恒生指数足足跌了5753点 假设大市要反弹跌幅的一半 即是升一半的话 中线位就是25712点 这也是暂时大市初步上望的目标 因为如果突破了25712点 即是市场不单止反弹跌幅的一半 可能还要多些 在那一刻真的要看成交更加 如果成交更加仍然保持 880亿的低成交的话 老老实实 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胜 就算你再进一步向上走 都可能是反弹整个势头的最后阶段 没有什么参与的价值 这个真是很老实说 相反来说 如果早前在27000甚至28000 在高位入市 由于市场一路大跌 始终来说 幸好不是做孖展 又没有被人斩到仓 但都熬得挺辛苦 好了 现在回上来 升了2000多点 账面上也是要输的 问题就是 需不需要做一些 输小当赢的减绑行动 每一个投资者都不同 我举个例子 你拿着50万的现金 你买了十几万的股份 而且还是优质的 虽然账面上有输 但似乎你的防守能力都比较强 你就不用管 反过来 如果50万的资金 你没有做孖展 不过已经买了40万的股票 或者40多万的股票 收上的现金不是太多 情况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在那一刻跌到22836点的时间 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 到底需不需要走 走就不见了一大部分 但不走就怕他再输了 幸好市场慢慢回到23000 52万4000 52万5千 52万5千 输少很多 但你也是输的 因为首货是27000多回来的 问题就是 你手段的资金已经不是太多了 第一 当然不可以胡乱再加注 第二 也不建议你孖展形式增持 相反来说 如果市况这么不明 交投这么淡静之下 需不需要趁这个反弹高一点 略作减持 这个大家要问问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入市的时候 都是想着赚钱的 输钱走 不是个个做得到的 但对一些抓货偏重的投资者 有时真的要学会两种东西 第一 势头不对的时间 我们经常说定定低的止蚀位 止蚀的意思就是壮事断臂 我留下多些现金在手 我不单止防守能力比较强 而且我日后反攻的机会也比较多 你手上没有资金 你怎样反攻 第二就是说 当他跌得太深 而回上来 都还是输 那需不需要输小当赢 是输的 但没有早前输得那么多 算了 都是拿下车 因为早前如果高台上 你没有做风险管理 你错失了 适当的时间去减持或者指示 你就要面对股价是不断下下 好了 到后一个阶段 当有反弹的时间 问自己 如果你持仓的情况是比较重 而且在低位的时间 心理压力比较大 最好就是略作减持 手上持的现金略为多一点 当然不知 输都是输的 很多时股票入市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赚钱 但不对板的最后 只有几个选择 要么就是死守 如果是优质难求 那当然没问题 三四线股不可以死守 今日才看过一只股份 八字头股份 最高见过三个四人钱 现在只剩下三毛七 足足没有九成 你怎样守 这些股票 是守无可守的 投机就是投机 投资就是投资 投资的我们要看基本因素 但看基本因素之外 升得太多的时间 我们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盲目去追 至于投机的话 最重要当然是看走势 反而基本因素 不是太重要 总之势头向上限 成交金额是足够有动力的 踏上顺风车 没什么所谓 限制入市可 但万一不对板的时间 你都要学会跳车 有时我觉得 现在这一分钟 在这麽淡定的事况当中 最好是持形保态 但持货偏重 我始终认为 如果持有心理不舒服 或者有压力的话 略作减持就最好了 郭Sir 见到今天来说 恒指成份股里面做得最好 是两只豪赌股 金沙中国 更加成为了蓝筹中注强 升超过9% 今天中共收败33.8% 见到公布了上轨方面的业绩 情况似乎不错 今次来说 次贵表现好过预期 并且预料会增加排息 见到大刊唱好底下 股价有大升的情况 先问回来 其实豪赌股 大家都说 依然都是低迷的 经常都说 已经走出最坏的一点 但始终距离 完全复苏来说 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 可否更快买入豪赌股 现在哪有豪赌股 现在内地的股市蒸发的财富 是二十几万亿 我相信没有豪赌股 博彩就有 但输了这么多钱 就算去澳门休闲 人是多些 但真的去博彩 拿得出来一块钱去博彩 我相信数码都不会大得那么紧要 我都承认了 最坏的可能已经慢慢过去了 因为去年1、2、3、4、5月的基数是高的 今年1、2、3、4、5月的基数是低的 所以形成的博彩税收是持续下跌 但到6月、7月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低的了 所以势头是持平的 如果未来有少少数据 是显示得到博彩业务 有这么多回暖的话 是会刺激到博彩股 做好一点 但这个大幅度上升的机会 我看暂时来说 都不是这么大的 大家保守好一点 谢谢郭Sir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跟大家跟进多次 恒指今日日中午收报表现 看到恒指收报在25,438点 升了156点 国企指数升113点 收报11,847点 大致成交半日有440亿 这次时间差不多 谢谢郭Sir 和你做新报 提及股份 又或者是资讯相关资产有没有自由 是没有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 12点55分 继续有要财财经台